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就是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就是从右手的话呢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就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 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呼唤 谁把他放松 miner得平衡 怎么解释 出之勾 怎么解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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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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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